不過我覺得林靜恩 超乎我們想像中的成熟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就酸林靜恩說 他年紀輕輕就賺到遺產 那媒體就問林靜恩 老公病逝以後 你接下來的生計怎麼樣 怎麼打算 他說我跟李昆成生前 從來就不談錢 多少夫妻不談錢 很難吧 他說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規劃 錢的事我不需要 也不用跟任何人交代 不甘外界什麼屁事 我覺得他講這個話也很好 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跟你們什麼屁事 為什麼你要不要跟我談錢 那林靜恩在意的是 希望把李昆成所遺留下來的東西 留給這一片土地 包括他的黑椒 還有他的留生機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是 很成熟 這樣的回答 對 吳老師 對啊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他很有 不食人間煙火的那個本事在 就是說其實他要的 真的就是一種心靈的伴侶 那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就像他這樣子 一個女孩子 他就接下來的生活 隱居三齡 你可能也不會覺得很意外 對 因為他可能 對他來說 就是他最重要的伴侶 如果過世了 然後他就是他最重要的 那個家庭的後盾 其實又沒有辦法提供給他的時候 其實他可能接下來 我當然第一部分 我還是會稍微擔心一下 他自己的那個 我們說心靈上的健康 是不是能夠照顧好 但是我覺得他接下來 如果自己想要隱居 或者是他想要開始過 自己的生活 那個我覺得他自己的動力 還是有的 這個有人 有網友在醫院實習的時候 那他有提到 他有這個看到李坤城在住院 那他又看到林靜恩 他天天搭公車 騎腳踏車 往返於台中慈濟醫院 在照顧李坤城 而且在一旁細心的照顧 然後這個 其實就是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 那現在 有人網友 他這樣擔憂 就是說林靜恩 被罵不孝女 所以爸爸家庭 原生家庭不理他 然後他沒有 後來戀愛就沒有繼續升學了 所以他高中沒有畢業 也沒有工作經歷 那現在他二十六歲 有一點 大家有一點對他的未來 感到擔憂 請教黃醫師 你覺得這樣煩惱太多嗎 對 我們不要擔憂 有遺產的人 就這樣 有很犀利嗎 還好吧 我們不要擔憂有遺產 我們不要擔憂有遺產的人 就是說 包括之前什麼忘錄 你為什麼會擔憂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關心他 對 然後你在那邊假關心 唱高調 其實很多人是記錄說 他是不是現在二十六歲 然後當然他的伴侶走了 那他可能有遺產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這個時代 是在等遺產的 可是等得很辛苦 要等到六七十歲 那我講這個查爾斯國王好了 因為他比較生活比較好 他不會恨我 如果我講我前夫 他一定會恨我 那就說 所以有一組人馬 其實是 就是在等遺產 然後等得很辛苦 人生配合的很糟糕的 但突然看到一個女生 他可能就是會有遺產的人 那姑且就會來酸他 所以其實你們說 林靜恩很成熟 我覺得基本上還沒有 因為在他從前的訪問 跟現在的訪問 他都必須 在他十年前的訪問 他是跟大家強調說 我還沒長大 我還很稚嫩 他強調的是這樣 然後他用這個稚嫩 可以推到一切的問題 一切的選擇 盲點沒關係 我就青春 我時間多 我稚嫩 可是你看十年之後 當大家質疑說 你是不是現在 要拿遺產的什麼 他是說 我已經長大了 一個人為什麼會需要 在二十六歲的時候出來 強調自己長大 那表示他還沒長大 如果是我的話會說 我得遺產是天經地義 就是這樣子 但他是有講 他自己有在他的臉書有寫 他是有講說 他跟李昆誠是很真心相愛的 就是面對這些網友的建議 或是酸言酸語 他是說他不用讓自己 沉浸在很負面的情緒 然後就是說 他也不用封閉他自己 所以就是這些人 你要講是你家的事 但他同時也講 因為剛剛吳老師有講說 比較擔心他的心理狀態 他有說 他接受訪問他是講說 他覺得他應該找不到像李昆誠 這樣的人 而且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他可能也要背負一些壓力 因為如果你真的遇到一個跟你 又是心靈可以契合的人 那你會不會覺得對不起李昆誠 那就算不會 那這個你接下來遇到的男性 不管是年紀比你大的 同輩的或什麼 他的家人可不可以接受你呢 所以這個都是現在的他 可能會想到 即便他可能是很浪漫的心 所以我覺得應該生活是不用擔心 但是就是心靈上面的恐懼 我覺得以他的能力是不用擔心 對 不過再請教吳老師 這個時候的原生家庭 是不是可以這個釋出溫暖 我會覺得就是如果可以釋出溫暖 當然是最好的情況 因為其實我們說傷痛到底是什麼概念 傷痛有時候不是這個事件 而是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你跟家人的關係是怎麼樣子 所以其實像我舉一個例子 我以前曾經遇過一個學生 他就告訴我說 他目睹過那個 就是我們廬山溫泉的那個山崩 然後經歷那個傷痛之後 其實他最需要的是家人 可能借他住 因為他那時候住老公寓 希望能夠住姐姐家 結果姐姐就斷然的拒絕他 然後姐姐後來也沒有再提供給他 任何的電話的慰問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林靜恩這個階段 因為我其實處理過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他的先生就過世了 那先生之前對他的照顧很多 他也對先生的照顧非常多 所以他這個時候我會說 他其實是整個人生 或者是生活的重心 或者是心靈上的支柱 全部都是空掉的狀態 所以心理健康的確會是一個需要考量的點 因為他必須要幫自己能夠重新回來 找到我接下來的生活要往哪裡走 那這時候空掉的時候 最需要的是他身旁有沒有其他的人 所以如果這時候家人願意就是能夠去理解他的孩子也好 或他的妹妹也好 為什麼會去做這樣子的選擇 然後重新還是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對你而言家人之間的愛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有太多人為什麼會很不看好這件事情 或者是為什麼身為父母很想要去阻擾自己的孩子 其實我覺得更是回到一個東西 就是我覺得這是對你好的 所以我才要阻擾你 對 那他們所認為的愛就是我要控制你 我要你聽我的 但是這種控制其實是對關係的傷害性是非常大的 但如果現在年輕人的家人可以願意重新回來思考 為什麼你會想要生下這個孩子 你們不因為是因愛而誕生的孩子嗎 你們當初也是相愛啊 那既然相愛 你能不能也學習好好的去愛你的孩子 好好的去愛你的手足 你的手足需要的是什麼 請大家繼續分享